香港大学名誉院士陈冠中 12月3号受访表示 香港的可能选项在北京手中 如果北京没有提出新选项 香港的运动不会结束 陈冠中1976年创办号外杂志 共同创办了香港电影导演协会 回顾香港半年来的局势 他提出九个层面观察 陈冠中获邀中央研究院 当代华人思想座谈 演讲主题是香港全面政治与全面管制 陈冠中指出 全面管制是中共2014年6月10号 发布的治港白皮书的用字 近半年来屡屡被用到 中共中联办也加深参与全面管制 社会已经出现全面政治化的倾向 政治已经完全渗透到社会 所以社会议题从教育到 你去哪家店吃饭 抗争者也是一直都是方方面在抗争 建制的反制力量 也在不断的在同样的在社会方方面 在做压制的力量 所以香港很多抗争好像是 有个这个未来的一面就是 觉得是不是未来的对香港的反制 会更严格 香港人反送中运动 争取五大诉求维护一国两制 陈冠中表示 中共在8月初起 定性成所谓的颜色革命 所谓暴动 所谓恐怖主义苗头 他认为 北京如果继续照这样的定性思路 那香港的运动将继续下去 新唐人亚太电视 黄亮剑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导